日前佛光山丛林学院 线上佛学院举行 结业典礼 有来自15个国家地区 100多位的优秀青年 把4个月的学习成果呈现给大众 分享学习心得 线上佛学院 结业典礼 典礼开始 佛光山丛林学院走向国际化 来自15个国家地区的 135位青年 以线上方式参加这场 结业典礼 惠平法师表示 佛学院在世界各地种下佛光种子 借着在线上学习 与善知识相遇 佛光山纽澳总助持 满可法师 也在线上感谢丛林学院的 线上佛学院 会海外各道场增添了佛教胜利军 期许学员们在修行路上 永不退票 在学习的里程碑里面 我们从书宴到学院 我更希望同学们 能够有因缘安排 回山去 面对面的学习 线上佛学院这一期 有好几个同学 他们即将在2月10号 回到佛光山丛林学院就读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 线上同学们 有因缘的话 掌握自己生命的契机 四个月的线上共学 只是一个阶段 院长妙男法师预告 下一次的佛学院 将于4月份开办 透过线上学习 让法师与青年们 跨越疫情与国界 共同在云端相聚 人经卫视高雄综合报道